这个呢稍微的口味不是特别重啊 用勾汁把这个薄片啊 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这个毛一样的啊 这是真菌 周围呢包括是真菌的渗出啊 结痂的一些东西 从皮肤里做这种清理 用真菌的比较讨厌啊 特别是这种片状的 你用吸引气把还真不太好吸啊 用镊子直接去夹呢 它贴在这个味道的皮肤上 那么就先用勾汁把它轻轻的松开啊 这种用肉眼直视操作是比较危险的 别人曾经去过别的医院啊 那大夫没有人敢给他碰 因为当时有些门者并不具备耳内境的条件啊 通过熟人介绍呢 到了我这来 那么咱们当然啊 一事同仁啊 你是熟人也好 你是一个普通的患者也好啊 咱们正常操作 那么先把这个薄片呢 从外道皮上一点点分下来 因为这个如果直接从镊子去夹的话 它紧贴在这个外道皮肤上 你就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用镊子去夹一个玻璃上的头发丝啊 这我经常举个例子 把它松下来以后啊 然后再用镊子去夹 就要相对的好一些 顺便提一句啊 我在那个今日头条上呢 单独开了一个账号 那么我团队的一些非医疗啊 非医疗的话题的提主啊 他们会有些内容发在这个新开的这个账号上 这个账号叫五真十八楼啊 意思就是各方群英来相会啊 各方面有这个健身的 有美食的啊 有宠物的 有这个啊 还有一些像故事类的啊 还有一些像这个哎呀 挺多的啊 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刚刚开今天晚上新注册的啊 呃会逐渐安排我们团队的非医疗的 这个能人啊 把自己的呃 叫什么呃 心得体会啊 自己的所长写出来啊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捧场啊 这个五真十八楼的这个真呢 是一个并不是说珍贵的真啊 它那个日真完善的那个真 十八楼这个词呢 取自于咱们朋友的集思广义啊 我综合了几个朋友的意见 把它最后定成这个 希望呢 我们这个非医疗的账号呢 能够啊 运营的真真真真真日上吧 这词真真日上啊 越来越好啊 因为医疗的这块呢 呃 主要是我们的 一个是我啊 还有我们团队的有一些 像牙科啊 像这个眼科啊 这些医生在 来一起搞 暂时呢 我们医疗的还是在我的这个耳科 赵医生的 近日头条号里啊 来做一些科普的工作啊 这个像 外耳道丁宁这个清理的视频呢 我一般是在啊 我的门诊啊 周一的和周四这两天 如果有病人来清理啊 我处理完了以后 我把视频啊 剪辑配配这个旁白发上来 那么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外耳道这个 呃 这个干夹的夹皮啊 一大部分的清下来了啊 勾汁啊 很多朋友想看这个勾汁的硬菜啊 今天这集有啊 有硬菜在最后的一个 是一个小朋友啊 今天来的大人当中的硬菜都不太够硬啊 唯独这个小朋友啊 好 这个大的片都拿出来了 呃 越往身方呢 越贴近骨膜啊 这个骨膜已经大部分的漏出来了 表面还有一点啊 这个用如果肉眼直视 已经是很危险了 好 哎呦 骨膜基本上已经漏出来了 剩下那点碎渣呢 啊 通过第二剂 去给它浸泡处理出来就可以了 这镜头 你耳内镜的空间比较窄啊 对 顺便也说一下啊 这个今日头条上的 如果大家有你特别擅长的地方啊 包括健身 包括美食啊 包括旅游 包括宠物啊 等等各方面啊 有你所擅长的内容的时候呢 欢迎来投稿啊 你可以到这个我的新浪微博里 我的粉丝圈或者是我的私信啊 跟我联系 我新浪微博还是这个 耳科赵医生是一样的啊 如果觉得合适 双方互相有认可呢 我们我可以在我的那个新的啊 自媒体账号里 给你推广啊 这是另外一个啊 猛一看呢 挺像是硬菜的 我都被骗了 我第一眼 当时挺高兴的说 哎呀 终于来了硬菜 因为前面清了几个 都比较的小 包括那个前面那个夹皮的那个啊 刚才那个真菌的那个 但是呢 用勾枝一K出来一看 哎 有点大事守望 这个空 叫什么空星大萝卜啊 就是层壳啊 里边呢 还是真菌啊 今天这个 开头两个真菌 其实还有一个真菌 我好像没放在里头 那个真菌呢 就全是那种粘稠的 粘块啊 有点 口味有点不太理想 很多朋友都不爱看啊 偶尔个别好像有些重口 就我的粉丝当中 也分轻重重啊 这个 耳哥赵医生粉丝当中 也有重口味的啊 特别喜欢看那种 用吸引器啊 做出这种粘块的啊 这个呢 是一个伪硬菜啊 清完了以后 拿勾枝呢 K一下以后发现 啊 虽然是 这种片状的啊 卷成那种空心的了 好 总理出来了 伸进去看骨膜啊 骨膜上有点脏东西 内镜 擦干净啊 再往里钻 哎 他这个骨膜上呢 骨膜内线的非常厉害呢 骨膜已经不在正常的位置了 整个全部凹陷进去了啊 现在我怀疑这个人可能是一种 叫粘连性的中耳炎 然后这次呢 外耳道出现了真菌的感染 但他的骨膜已经完全凹进去了啊 正常的话 这骨膜就应该在我勾知现在的位置 但他 应该是换了吸引器啊 把他这个最后的这个清一下 这个动作就比较的危险了 因为那骨膜本身就不正常了啊 剩下的最后这张薄片呢 现在信器头像这个 做出来的这个位置呢 就应该是他本身正常骨膜的位置 现在那骨膜往里头偏移了很大一块 表面的这个 这块就不在 剩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咱们赶紧点时间 好 这是另外一个 用吸引器带出来的 耳朵很窄啊 身方还有一块 看到这儿别着急啊 硬菜在最后 最后那个是正经办买的 硬菜啊 小姑娘 八岁吧 八岁的一个小姑娘 七岁的可能一个小姑娘 好 这个清完啊 节省点时间 直接编点料就没有意义再看了啊 它在另外一侧 信息上去 它里边有一个小硬菜啊 当时 想用勾汁把它拿出来 但是呢 这块硬菜还 羞羞达达的 不接受我的这个勾引 稍微碰吧 就往外躲 反正这镜上老是有这种沾染的污 想从下方把它撬起来吧 这东西 哎 还给被推进去了 你们说这会儿我怎么办呢 最后已经推到最里边了 越推越深 你们猜 我会怎么办 缓吸引器啊 勾得不出来 咱们就把你作出来 总是有办法 我就不强调这个吸引器的管那头在哪了啊 你们自己可以琢磨 以前说过几次啊 好 做到口证 哎 剩下这个啊 只要作出来以后 这也就好办了 OK 拱膜已经露出来了啊 好 这是另外一个啊 看上去好像像是硬菜 但是呢 哎 这个勾着一上去 它有圆形毕露了 不够硬啊 扫泥或者是豆沙啊 像什么 大家自己说吧 这种就拿勾子就不太好勾的了 这个硬度不够 很好 就用不够硬啊 好 水分还是有点多 有点潮 那么还是在更化用信器 信器把它带出来 好 安装好信器 这个信器的负压抽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真空的声音 很多对物理知识没有的人 会以为我们在往里吹 实际上它是在往外作 现在呢 这个这团东西呢 对 前面露说了一个 大家老粉丝一看就知道 面前嘴的 这么结实的贴近骨膜的这种地方 这个纯天然野生的 不会这样的 这是后天经过面签加工的 靠近信器的时候 操作要格外的谨慎 如果病人突然移动头部 这个信器可能会对骨膜造成损伤 还好它还可以 咱们手还是比较轻的 是紧贴在这个骨膜上 它有点耐心 它可能一下子出不来 好 这块带到耳刀口上了 找你一块 啊 神经局再看看 嗯 骨膜已经完好了 好吧 有根头发啊 这个信息就不再去操作了 刷进时间啊 这是最后那个小朋友 他呢 耳朵疼 感冒以后呢 耳朵疼 右边耳朵 那么我们之前先安慰啊 孩子虽然说七岁多了 但是他的心里的承受能力 还没有办法达到大人 其实很多成年人 坐到我面前 经耳道清理的时候呢 我都能感觉到啊 就浑身都出汗 上次有的粉丝来的时候 那个脱了羽绒服 然后做操作的时候 感觉那个衬衣 都是马上就湿透了 还是很紧张的 小孩的话能够控制 小孩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一定要实现的 跟他沟通好 小朋友聊了好几句啊 就像我团队那个牙医说的 他们现在不太愿意 采用这种束缚的方法 说的很好听 就是束缚 说的难听点 就是捆的 但是牙可能还行 耳朵是不可能 通过捆的方法 耳朵的空间太窄了 你没有办法保证 这个孩子纹丝不动 他稍微多移动一点 这个器械在里头 你看我这个小钳子的头 非常的小 也就一毫米多一点吧 1.5毫米左右 你看伸进去以后 像个狼头似的 行 这边其实可轻可不轻 我给他清理这耳朵 主要是为了跟他看他的反应 如果清理这一点都很困难 那么他右边这个硬菜 就别提了 好 今天本期的重点 这位小女孩的幼儿 当时我心里也没底 因为能不能清出来 很难说 孩子呢 未必能够配合 成年人都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这个是正经的 前面那几个老爷们儿来的 这都是假的 先拿家的试试 不行 根本咬不动 一咬就碎 我还不太愿意给小孩 动用咱们的勾汁 因为这个勾汁呢 太尖了 对于孩子的耳朵来说 对成人没问题 虽然我的这个中二手术器械 对于我有一期呢 是给大家在嘚嗖 那个中二手术器械 还有更细的 但是这个更细的这个 这个器械呢 很难在里头转身 这个呢 脑袋 缝太小了啊 那就跟孩子聊呗 边聊边分散他的注意力啊 小朋友很勇敢啊 那边掏完以后 他大概心里有点底的 他就不太害怕了 那么这边呢 我们就边聊天啊 边跟他 把这块硬 硬菜呢 一点点的松开 我随时准备啊 跟家长也沟通好 如果孩子觉得耳朵 难以接受 不配合 我们就按中耳炎来处理啊 这是我的一贯的做法 因为他有这种呼吸道明显的 这种感冒的病史啊 有鼻涕的这种情况 那么还是考虑是 心理呢 其实你也更多的 就是为了看一眼啊 确认你的诊断 但如果你这个确认的过程 对孩子来讲太过于痛苦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了 我宁肯按照他最长 最最可能发生的问题 来处理的 哎 孩子还行 一点点把这个撬松 虽然这个硬菜的体积呢 和我们大人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在儿童的耳道里头 已经完全堵死了 这可能是我 这几 这段时间轻的儿童当中 堵得最紧的吧 至少应该是在最一个月 以前也有 但是好像没这么硬呢 承认我不怕 承认我会很放松 但是他小孩很紧张 那些关键是 我还在边跟他聊天 我还在随时注意他的 他的反应 我怕他突然动起来了 边上是有一个缝 但是这个钩支 我不敢轻易动他 我怕万一一身到这个缝里 刺激他的腕道皮肤 他扛不住 所以点点先把他松动了 有点跟这个拔萝卜似的 看看他没什么反应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缝往里走 他也是啊 去过咱们北京知名的三家医院 医生看了一眼 根本没有任何想给他操作的心思 因为一个是现场没有耳雷镜的器械 第二个呢 他们没有精力去哄他 我今天的门诊也是看到 他应该是 他属于加号了 我们正常号早就挂完了 到他应该是第二十几个了 我正常号有15个 已经加了四个号 这是我们普通号的医生 请我来帮助他清理 因为这个普通号的工作室 没有耳雷镜的这套操作的设备 而且普通号的医生号更多 他外面有大量的病人在等 专家号呢 相对的少一些 那我们就花点时间吧 所以也请大家有个体谅啊 因为如果医生一个是没有工具 第二个呢 他后面如果大量的病人在等着他 他很难用这种精力去啊 来像我这样的处理啊 因为实际情况不同 咱不能要求所有的医生 都按照一种方式来工作 而且病人的情况也不同啊 前段我就连续碰到有这个家长呢 在头条或者是微博上看到 说我能给小孩清就特意弄过来 就那孩子还没进门呢 就开始哭天喊地的 那就不可能去清了 所以得看着孩子本人的情况 听到这儿呢 我都觉得没底 因为这个虽然有松动了 但是边上的缝太小 这个勾支进不去啊 它勾支必须要伸进去以后 勾住了才能拉出来 老有人喊什么瓦尔勺子 你们有没有智商啊 瓦尔勺子比我这勾支大好几倍 怎么可能进得去 哎 行 这个松动了 这小孩的耳朵眼也就几毫米宽 我那个勾支 这个勾支应该也是1.5毫米多一点的 这个很短了 勾出来以后 哎 拿我的那个小夹子 抓着口上 刚开始 因为它离口比较远 顿不住啊 好 出来了 啊 这个是 明显的一个中耳炎 拿掉以后呢 诊断会更加清楚一点 当然了 如果 孩子不配合 的话 那我就回来中耳炎治治疗 很多家长说 咱都得这么多东西 要不要使用D耳机 如果孩子完全不配合 这种硬块 点完了以后会膨胀 孩子可能会更疼 所以你就最好 这个D耳机都不要去用啊 用反倒更难受 因为 他如果不让你去动 点耍了 到医院呢 也是要用吸引器往外抽的 那个噪音大 或者是冲洗的时候 孩子根本也不配合你 你点完反而更糟 他这种中耳炎的话 骨膜是完整的啊 你 这个没有必要 从